大環境的不景气下 为加强对弱势族群的医疗照顾 南投医院特别办理医疹活动 关怀独居长者 今天上午在南投人寿公园 针对独居长者 家境清寒以及街友等等 提供体脂检测 胃教咨询 凉血压等医疹服务 医院赖咽雪等多位贵宾 也特地到场关心 睡末寒冬送卵传爱的活动 在我们鼠一红院长的号召之下 今天在我们的人寿公园 有好多的长辈跟乡亲 来这边做疫诊的一个检查 我想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有很多的长辈独居老人 有中风突发的状况 甚至于这么冷的冬天 有很多的街友 有露宿街头 那么我们的鼠一非常地用心 通常对我们的公益 对我们的疫诊 对我们弱势朋友 非常的照顾 所以发起这样子传爱的活动 来温暖我们每一位街友 每一位长辈的心 我想这个善行疫局 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我们希望说未来政府部门 跟社会的资源 能够做一个结合 来照顾这些社区的一个弱者 让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会能够更祥和 我们把一些同仁 把一些我们的民众的爱心 我们把它汇气成一个一股力量 我们就藉由这个力量 除了能够发放百米 能够发放一些 我们一些需要的物资之外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告诉民众 我们的中低收入 跟我们的弱势群众 他们并不孤单 南投医院并将日前依买所得 用来购买日常用品 发放给有需要的民众 也让这些长辈跟街友 透过这个疫诊 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 来做好好的把关跟管理 降低我们的一个风险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的社会 都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燕雪今天也亲自来参与 这样一样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 红院长的一个努力 跟带领之下 让我们这些长辈 还有我们的街友 得到很温暖的一个心 我相信社会有爱到处传爱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温暖 我们今天为了让长辈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食材 所以我们准备了饭 还有面 还有好喝的汤 希望这次寒冷的冬天带给他们一点温暖 现场也有家和社区准备的爱心餐盒 希望让弱势民众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议员来燕雪呼吁 社会大众一起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民意新闻简易分 南投采访报导